今天这个拥有SS17战神匡的选手是我最看不起的一位 不是因为他的数据还是怎么低 是因为他组队的嚣张程度已经不能达到正常人的水平了 这把我跳的是劈仇拿龙 前期拿了龙我们尽量去麦田那边找人机 没想到没找到人机却找到了一个像人机的真人 不过这都不重要 他的包里居然连个背包都没有 我突然一想我不是打了个超级空头吗 在矿场那边我去拿一下 最离谱的是这里是多了个老六啊 难道想偷我的空头吗 直接下去制裁他 空头落到高架上难不倒我 直接开轮飞上去 里面还有一把P90太nice了 这版本只只比MG3还香 随后就开启了我的一系列抓人 但是我就没有意识到这把游戏的严重性 把这两个人清掉以后就想着去空头那边找找机会 没成想啊没成想 我把别人当机会 别人把我当人机 看到他这蹦蹦车直接来抓他 我就猜着他在山头扫我呢 提前下车 这小子一看我是P90直接喊他队友 赶紧说完了完了有人来抓我 我在山头快来保护我 他队友听见他的呼唤像狗一样直接冲过来了 往死打方向就想压我 一招飞龙在天握掉 完了左右夹击 我直接嘎了 这波左右夹击好似的把我当人机清了 虽然吧这俩人脸贴脸都快亲上了 但是不影响啊 他舔他的包 这个人该打药就打药 事后这小子也是人情世故啊 这个吉利福说谢谢大哥刚救我了 这人太猛了 你给我救了 这个P90给你用 这个P90我就不拿了 给你用 然后他说好嘞好嘞你走吧 然后我来舔空舔这个P90 这把P90一拿又要上大分了 真爽啊 我这全赛季战争太有面了